哈囉大家好我是老大師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下追蹤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LB還有Twitch 那我們繼續遊玩 後面珠岸神鏡的 之前劇情吧 GOGO 那我們拿到那個 這個是 甘陀寺 這感覺是 幽 幽黃 還是來自甘陀寺裡 莫非又是 此時非同小可 我可以進去查一下才行 是下侯師主啊 前進吧 咦 你的顏色 怎麼有點慌張 在下路過 櫃室門口 不覺櫃室內有藥意志氣 這個室內可有任何抑造 咦 室內 沒有什麼不對啊 師主會不會是 救救救命啊 有 有藥怪啊 這 怎麼了 好像是五層塔的方向 看了在下感覺不假 事不宜遲 先讓我過去看看吧 好 那 那就請進來吧 憑著先趕去前面看看 師主 你就自己請便吧 OK 在哪裡啊 五方塔是不是 喔 彈彈到 這小師傅好像已經昏過去 雖然他真的傷受了不少傷 還有他對性命無礙 卻不是塔裡 到底出現何種妖魔 56345S 又僅只是 五層塔裡忽然冒出一堆清楚未見的怪物 又是能跑到沙洲城裡 那就 不用擔心 我們就會燈塔上去看看 欸 什麼 欸 什麼 OK 好 我們走吧 然後這邊好像也是迷宮 這感覺是 是幽界的 氣息 有什麼東西 在這上面 兵里 一天察覺到了 這是和高山古城地下室一樣的感覺 如果沒插錯的話 這台裡應該有一塊金屬斷片 根據管理 只要在這就斷片的地方 通常有其心怪眾的妖魔跟著出現 看著咱們在這座塔裡 又一方好打了 嗯 反正這塔只有五層而已 一股作水衝上去就好 古兄 這塔雖然只有五層沒錯 但事情可沒 沒你想的那麼簡單 我才知道這裡的地賣一亂 和這高山地下室一樣 而這種有樓層層 疊口層的地方 各層交界出了最受到亂七的影響 如果咱們只是一面往上衝 只怕永遠到不了樓頂 銀山姊 那我們該怎麼做才好 嗯 雖然此地的界線已亂 那種還有有機可循 依照奇門遁講的 與步循向法 在那邊也走過所有的樓梯口 踏遍這些地門 逆行亂見之效 如此 應該就能走到塔頂 不過這些地門之中 也有不能碰觸的死門 唐宗不勝走到這些死門 不但會因此受傷 之前踏過的地門 也會前攻進氣 雪兒再重蹈一次 這麼說來 雪兒竟然避開死門了 也不盡難 因為生死 本來就相生相剋 在死門之中 有一個是我們要找的生門 就是要踏破其他地門之後 這死門才化為生門 讓我們前往塔頂的亂界根源之處 嗯 好複雜 雖然有點聽不太懂 我先記起來就是了 不管怎麼樣 從總看再說 是啊 左而言 不如其而行 咱們就走吧 好 到了 好 好 到了 好機了 早上成功是要命的亂界 這邊有寶箱 叫研究 協魔護衣 驅魔護衣 鬼魄必經 信箱無數 應該是美的 又是這個感覺 來了 很露的敵人 他以為是大BOSS 還是長得很醜的小怪 怪險蠻厚的 在我們取得第三塊金屬斷片之後 這塔裡的意向有亂界 也隨著這塊金屬斷片有消失 趕快出去通知師生們 這個好消息吧 好走吧 所以應該沒有敵人了 我記得 真的不能存檔嗎 怎麼印象中好像沒有這回事 不是真的有喔 真的有這件事喔 這位大師 無成他裡面的妖異已出 在他認為已經無礙 對了 這位大師 乾淨就是 阿彌陀佛 多謝師主相助 這位就是畢士的助詞 冤志達師 他剛剛才回到室內 助詞師伯 這位是仗義相助的下活師主 沒想到老娜才幾天不在 剛剛一回到室裡 就聽說塔裡出行的妖物 老娜想中了問了半天 也沒人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 夏侯師主 其中想請可人見告嗎 啊 這這還是可以 原子大師 這事情是這樣的 阿彌陀佛 有話這麼到大佛殿裡 慢慢說去 夏侯師主 行水老娜來 片刻之後 當乾陀師正念耶 原來如此 阿彌陀佛 拜下侯師主之誓 凡而小米本世之禍與無喜 僅有兩名真眾受傷 老娜於本世上下 對夏侯師主 極感謝之意 不敢當 大師你客氣了 以師主之言 此事堆根究底 只怕是拿來陸不明的斷片手指 說來奇怪 這斷片 並非塔內收藏之物 何以會突然出現塔內 引來此貨 這可令人猜想不透了 不論如何 就讓此事 就此告一段落吧 對了 剛中有位老夫人 想請大師幫忙 事情請晚輩帶她來送信來此 還請大師過目 啊 那這是有勞夏侯師主 待老娜跟她心中寫些什麼 原來是嚴夫人 老娜卻對稱 她在肝中也一面之雲 不曉得是老娜剛剛回來 眾多事物產生 只怕無法親自前去除謀 可能請下侯師主幫老娜這個罵 王輩自私盡力而為 就幫王輩修為淺薄 幫我們料什麼忙 阿彌陀佛 師主乃是大仁智人 不用之前 老娜這裡有劈邪屈地的法夫 請師主在正五陽氣最盛之時 將之貼在老夫人前進的額上 忍那腹體協力再這麼厲害 也會被法夫驅出體外 這樣就行了嗎 歐彌陀佛 自然是沒那麼簡單 這符咒只能將協力驅出一次 師主須得趁那一刻 將協議降服風箏 否則無事一過 協議便會再回體 而且此後再也無法驅除 吃哪去謀是真正的難處 原來如此 我妹明白了 師主 不止如此 諾伊夫人信中所述 然後她還以為她女兒中的邪非比尋常 並非一般的妖異可比 徒久了 只把你老夫人的性命都堪育 事不宜遲 這樣移得大師的法夫 我妹就趕快回甘州去 大師 先告辭了 歐彌陀佛 取摩一世 就有勞施主了 查斯科大叔 你之前說的那筆生意還順利吧 老實說啊 約定的水準已到 我這回就該出門了 復約了 不過我昨晚卻做了噩夢 到現在還是心有餘悸 最近又聽到一些 同道途中遇險的事啊 我覺得這個熊兆 所以到現在還決定 要不要出門 鼓勵她要重新面對一切 放置上車 其實如此 如果路途不是很遙遠 就由我們陪你走上一趟 這樣你應該安心了吧 這樣好嗎 還要麻煩恩公陪我走這一趟 我真是過意不去 反正我閒的也是閒的 跑一趟送不了什麼 事不宜遲 這門就出發吧 恩公你稍等 我這去準備 我這邊是自動走的 不是我走的 到我之後可以存檔吧 哇 好大的商隊 沒想到這種地方 會有商隊 啊 多謝恩公 一路護送 咱們平常抵達此地了 這次來自大蛇的商隊 每年會來此一次 交易各種掃進的物品 我和他們做了多年的生意 不過他們不好招搖 所以知道人並不多 咦 這不去查虛格嗎 你總算來啦 我們可真的等了好久 冰拉登 抱歉抱歉 這邊出了一點事情 本來差點來不成 都怪這位公子大力幫忙 我才能順利成行 我看你們一遲遲沒來 本來要把營離開了 還好你終於來得及趕到 你的貨都準備好了 我就分木人手上貨 對了那位年輕公子 你不幫我介紹一下嗎 前輩您好 我要做小猴瑜 初次來到貴商隊 請你多多指教 小猴公子 歡迎來到本商隊 雖然你看起來不像商人 你... 歡迎你到各帳篷裡採購 只是我們白營這集 要買東西的話 就請趁早 我明白了 多謝你的說明 才是個大叔 你去買你的吧 我自己私下逛逛便是 那就請下個公子等我一會囉 存 存起來 然後這邊是那個領取 的事件地方 老闆娘 我們想買些藥物 這位公子真正抱歉 我們店裡藥材來的彈藥 不久之前被一隻奇怪的野獸 攪亂七八糟 得三交整理之後 才能再行營業 一隻奇怪的野獸 把自己攪亂七八糟 這可奇了 聽到野獸喜歡闖藥 不 這下...這下 還是第一次聽到 不 這野獸周身成黃 行...行吃大鼠 他神出鬼夢 來去無中 絕非一般野獸之鼠 不過我們一會兒不注意 就把揉揉你的藥材 吃得亂七八糟 這樣一天來的好幾次 我們的聲音都不用做了 裝吃藥材的野獸 會不會是上回聽到的 靈獸領取 公子你那是奇獸 那...可有辦法可以對付他 老闆娘 其實我在此的時候也... 極其所限 簡單我在這個唱棚到處看看 或許我能淫光一現 長度捕捉他的方法也說不定 那今天是怪會公子你呢 空檀子...等等 結果那靈獸最喜歡吃紫松靈芝 如果把靈芝放在裡頭 說不定可以丟他前來 老闆娘 在想到一個幼不靈獸的妙技 現在也安置口蕩 進和店內活跡再下一起 和再下一起到帳篷外 簡單地迎娶自...出現自投羅網 不知道老闆娘以為如何 啊...真的...真的嗎? 反正現在也住不下去 就看公子也能幫我們儲蓄此害了 老闆娘 我們盡力而為 那我們開始吧 下回也一起離開帳篷 刻意不去注意裡面一切動靜 半個失誠之後 靈曲變好大一隻喔 他變成石頭了 我剛剛好像聽到什麼東西來叫聲 然而领取已经来够了 诶 那是 诸物设置受魂石 胆子也只说领知不见 小便是领取把他大口脚下之后 就满足变成这魂石了 花了好一番功夫 这生活史我就不客气说下了 领取记忆变成受魂石 小便是不会为了我害此地 我赶快控制老板这个好消息吧 小猴公子 真的多心你帮我解决这场麻烦 我们刚刚和伙计把剩下药材清点一下 虽然剩下不多 但总还是能慢一点 如果你想把药材跟药材的话 请跟我说一声吧 好 我们购物完了 然后这些购物要好几次上午茶啊 呵呵 反正知道合最强武器的 OK 走吧 恩公 这回又是蒙影一路护线我上队处 我才能顺利做成这笔声音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大叔不用客气 我每次脱你的符 看了也是眼界 好在上队那里买到不少好东西 这怎么说 跑这一趟就是值得的 啊 那就太好啦 大叔 你这次可以说是满站而归呢 你就去忙装货的事吧 我们不打扰了 恩公 请慢走 啊 小侯公子 再一回就是那里久等了 火头马今天就已经打造好 就等你的老夫来领取了 再把火头马就请你收下吧 不愧是说是唐前辈之仇 果然是一鞭好枪 唐前辈 真多谢你了 哪里哪里 这次时间赶了点 这忙着做工还嫌粗糟 等下这个好塞料时 老夫在打 硬把兵器给公子当谢霖 前辈真太客气了 此时就留着 有机会再说吧 最后一次打造的武器就是爪子了 不过大师有时不可前来 是一张驱魔生活交给在下 要在下进行驱魔 现在时辰正直五十 是驱魔的最下时刻 请婆婆就带我们到 阴暗所在之处吧 啊 那就有劳公子你们 请跟老生来吧 他捐自从藏着鞋之后 白天里一直躲在地窖角落 躲避阳光 只要不把他搬你那里 他就会动都不动地 沉睡到晚上出去为止 地窖的路口就到右手边 你们从那里下去 就可以瞧见他了 嗯 我们之后下去看看 婆婆 附身时 阿轩姑娘身上的邪灵飞比寻常 待会说不定会遗场恶动 不管底下发生什么声音 你都别下来就是 老生知道 为什么 应该要多加小心 驱魔 我们去驱魔 这位应该是阿轩姑娘 大白天躲在这个地窖之中 的确是很不对劲 的确是很不对劲 好重的使命音器 伊丽 你要小心 我一定是遇到这么重的一鸣之气 看来附在阿轩姑娘身上的并非普通的妖魔 我知道 不管怎么样 我先过去悄悄再说 姑娘 阿轩姑娘 姑娘 你还好吗 看来他的魂窍已被 全部被妖一占据 伊丽 我们别无堂法 这好看大师给的正屁神符了 我就试试看 大火流星了 大…大…是谁…是谁敢按用奇光正臂之符对付我 何等妖物竟敢屏占主人身躯 忽作绯闻 快从这固人身上离开 呃…那小子…既然已古怪闲尸 就叫你知道无名毒的厉害 哇…出…出来了 这…这又是什么妖物 这…这妖物刚才自身明毒 等等…浑身漆黑 外座暴行 双目迥南如炬 浑身散发死明暗器 这门会是床中的暗受明毒 嘿嘿嘿嘿嘿 没想到这妖物竟然适合我的名号 摩托五阶法 封印法堂之词 我凡然在北京比数晚年 从前天了 更巧的是 这姑娘体质记忆 乃是我绝佳的贫图 这一切 既能让额等轻言破坏 若以为一张破斧 就能逼我离开 那可就大错 特错了 小心…他来了 在我们讨论吃的东西之前 我先认证打一下 我要放毒 十元香气宝 十元消除 对对对那些都不错 我有时候蛮常抽到那个 然后我就去买 因为太划算了 十元香气宝是超便宜的 ok他怕火 ok 火光什么 我怕 是不危险 我等下看门有眼 我先认证一下 中了吗 没中 七夜增火 七夜增火 因为我每天 每天都有准时 按曼大囊包包 我这样会被人家说业佩 应该不会啦 我这么小卡 怎么会找我业佩 噢 这场舞的洋气 呃 冥奴画成一个食指 那暗瘦冥奴 会在他们脏到七夜接近之后 无法看去正无知识的洋气 正好凤裂 几魂化为此时 以保留 寻开元气 以地 把那食指带走吧 竟然是暗瘦化了为金池 我想他的必有他用 凤姐姐说的是 那我先把他带走吧 得到黑色魂池 竟然平身的暗瘦已出 阿娟姑娘应该不碍事了 这么把他抬上去救治吧 嗯 这个就交给我吧 诶 为什么这个就交给你 你来收割 收割好料的 阿娟已在后头好好睡着了 自从他中邪以来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 好好睡在床上 都会公知你们支柱 阿娟总算平安无事了 老人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 伯伯无需客气 托斯斯之福 我们也得到一个震撼的意思 这可是千金买不到的报酬呢 啊 那真是太好啦 烟婆婆 话说回来 阿娟姑娘久违协议附身 此刻放得的托付 真的毕竟十分虚弱 这需要你的照料 咱们这些批的人 也不再招牢下去了 既是如此 咱们就是告辞了 下午公子 你一起慢走 我想看阿娟 阿娟哪 下午以后面有两个在看 哦 这样说我懂了 OK这边解决 事件解决 我们来 放那个碎片 不然就是 买一松鱼马 一个去酱 对不对 一个去酱 一个不要去酱 不去酱的那个酱料 真的太多了 后来吃几次 跟那个 去酱的 相比之后 就只能去酱的 健康又好吃 是这个吗 这个 如果把这件出断片 OK这边有了 都讲过了 新的历练 一个没经过的地方 看来好像未在哪里的密室 由室内白色来看 好像有佛教 有很深的关系 OK 就 阿月阿仙到了 嗯 夜灵月牙犬 景致还真是白天大大不同 不过 这里面如冰的阴寒之气 也是因为这灵机 随便的缘故吗 不要叮哦 这台人要叮我了 迷路台一下下而已 妈 欸 对不起对不起 走走走走走 有人打到那边 等等 物品当师 这 这是 好像什么东西 这 拿好理闪过 这 这也像是 咦 刚才发生什么事 咱们打巴尔迪了 已经交云散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刚才看到高山地下室 幻象 极可认真的幻象 即使敌人并不真的存在 是的 古兄 咱们刚才所见的并非实景 而是某种霍兴的幻象 人同时那我们不自觉的 都入幻觉而战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幻术 是幻象啊 可是我却觉得很真实呢 风姐姐 如果我们扮演那些幻象 那会怎么样 只要被幻术所迷惑 我将幻觉当真 那我们所见的一切 都是真不假 如果国伯相信自己 以此而离体 结果而真实死去 并无二字 这就是幻术厉害之处 从人心下手吗 风姐姐 听你这么说来 这和镜中妖魔害死吉亚一家的人 方式有点类似 或许真是如此也说不定 等等 这位道长身上害有生气 一地 咱们还是先把他带回去救治 至于他的存犯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想他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收敌也是 先救人要紧 咱们这个动手 先要抬回去吧 次正上午 沙桌城各站反中 风姐姐怎么样 还有他的内运修复不差 神魄并会消散 休息一下之后 应该 应该很快就醒来了 呃 这只抢呢 话才刚说完 他就醒了 这里是 这里是哪里 你们又是 这里是沙桌城的客栈 道长 我发现你昏倒到月儿全半 就自我执张的把你带回此地 还望道长你莫怪 原来是各位 救了频道一命 请说王某一拜 呃 道长 你现在这种幻术 魂魄疏瘦 这全身无力的症状 还要过几天才会好 此刻你还是先躺到床上休息吧 女 女侠 说的是 女侠 频道想请教一次 你既知道频道中的幻术 想必对有幻境妖魔之事 必是十分清楚了 并非如此 但是因为我们随后也遭幻术袭击 像我们战胜的幻象 所以才平安无事 道长 你可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这一圈 都是月牙全体的幻境妖魔的杰作 幻境妖魔 道长 你所谓的幻境 指的是当年 副 副甲 指 极寒 沉入全体的那面宝镜吗 原来公子 你们知道此事 并正一直天前才得知 幻境最后的下落是在月牙全 随便目睹沉在全体的是不是那面宝镜 但和对方交错之后 频道以为是他不会错 只能频道的羞毁 一样收复不了他 如果是王公子你们出面帮忙 此刻大概命上黄犬 我们虽然不知那早下妖魔有何过节 但听完他产生境内 和你的无数自我等所难容 若道长能见过此事详情 或许我们能注意你一臂之力 多谢你一下 此事说我来画场 就让频道冲头说起吧 频道叫王成福 是中南山全身教的导师 本叫玄境观 收藏一面宝镜 名叫助幻神经 此境能幻显史 印象本源 任何欢日的虚项 在他面前都会烟消云散 本来是非常神秘的宝物 没想到后来就会 本叫带来大汗 那一年 频道还只是15岁的小弟子 有个中邪的董道 被送来观礼 夜里就有师傅和两位师傅 为他去腰避邪 结果腰一直驱出来 虽然还印出了法证 不知去向 观礼满了半天 师傅没找到那一妖艺的下落 只好救死作罢 前日三日之后 并有地址在夜里暴斃之时发生 市场毕竟是 必是那妖艺所为 在观礼师处找寻 都是找不到那妖艺的中绩 只好在七千里 观礼监离死的七个人 离后跑到 包含频道的师傅 师伯和两位师兄 啊 全身教在20年前 有时会起诉 接连先去 原来是为了这个缘故 是的 此时令全角震动 真是不在话下 市场们多次三一之后 在无计可施之下 甚至打算布阵之后 招了全警官 可是四处抽脚 第八天夜里 招了小偷 那头被巡逸的弟子发现 张黄逃走 次是清天保护骨所藏 正好就少了一面 朱幻神经 自从神经被偷走 官邸再也没有传出意外 这一串的命案 罪鬼或什么 也就遭然怒结了 原来如此 那妖艺躲进的神经之中 难怪观礼师 远之大师之人 当初也找不到妖艺所在 下面是朱幻神经 本身神医的缘故 是的 但妖艺躲入 能幻化癖法的神经之中 并不去诸法庆谈 除非取回神经 以本怕命法将之回破 否则 还不知道害多少人命 于是频道受市长之人 暗中追查神经的下落 过了这么多年 神经长传过无数人的手中 没想到 最后还给人 大离中途 张床来到这沙洲城 幸好十年前 齐寒终以看破妖魔神灭幕 拼着一命 把疾神经 沉入全体 否则 在那妖魔 再也做不得虐 否则不知 还有多少无辜之人 会因此丧命 即使如此 咱们不可能在此事 就此结果 终以将这段 清延已久的邪案 做个了解才行 哇 所以如此 这可不是一件义事 月牙犬附近地下和阴脉 惨杂 这银寒之地 这是妖魔的绝佳地盘 他日间常立不出 咱们变态也没办法 亦里更是汗的天下 若非如此 但是 变态不会再一站 变摆在他手下 妖内变再厉害 这种克制之道 王道长 你此刻 现在只休息 休息阳上 要么这事 便教于我们处理如何 女侠 莫非 你们是想要 是的 坦诺我帮道长觉得此事 但周安神经 可见我们一用 果然不出无所料 你们对这神经也有兴趣 也罢 频道看得出你并非邪徒外道 应该也不会叫神经 用于歹徒 叫你们人际频道除掉他 频道就当做神经一回 再也不存在世上如何 好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道长 你就好好休息吧 若有任何解报 我们会尽快告诉你的 那 尤其就拜托你们了 好 经过这方波折之后 至少咱们知道神经的所在 虽然幽牙拳阻止尽忠 妖魔继续危害人士 但却 怎么也得不到神经的所在 对于此事 大家有什么扬策吗 印钳下去这还是不成 只能靠拼门说法 封理家 你应该有办法才对吧 龙虎直接到幽牙拳全体去 大概就有盾法 龙椅和身怀避随神物两个方法 问题是前者太过冒险 或者需要的神物 亦非一时可得 对于此事 我也出不了什么主意 瘟姐姐 下午大哥 我想起方老爹提过 鸡汉陈寝 干罗斯的原则大师 帮他去区协 除魔 这位大师想被修为其高 咱们不妨修向老人家 请教求医 或许大师有什么好方法 也说不定 玄机面子这个方法不错 值得一试 就算执法不通 这刷成来是东西教会之地 其中一人必多 咱们多方查访 我想总会找到方法的 有道理 再怎么样也生活在这里 刚好 咱们最后走吧 对啊 对啊不妨 向原则大师请教 镜中央魔之士 或许他能给我们一些不错的建议 原来是下午司组 请问有何指教 赶快赶快赶快买 然后再大薯买一送一 然后 尼多零卡可乐 完美 在他求见有一只大师 有些事想请他支点明镜 很多呢 诸子大师 晚辈有一事向你请议 还望大师不应施教 阿弥陀佛 下好司徒不须可期 不知这回是什么事 要哪辣小辣 这是一件成年晚事 不知道大师 你是不是还记得 这个 晚辈是还向大师请教 四年前 为父甲 鸡寒家 驱魔的事情 啊 施主说的是 近周妖魔之士嘛 近周妖魔之士 可说是老那必生遗憾 阿弥陀佛 若老那 当日能参透其中奥秘 鸡寒施主一家 就不会尽数死于非命了 下好施主 莫非你 大师 晚辈 便是为此事而来 晚辈最近茶坊得知 如今那妖魔 沿头神经 曾在月牙泉底 他曾 泉底地脉 阴寒之力 人人操作幻塑商人 已有一位道长 商鱼疲得很之重 晚辈等孙玉除枝 却为月牙泉水属主 一直特地请教大师的高见 妖魔和静子 在月牙泉底 说得太惨愧 这些年来 老奈于此 尽一无所知 想必那妖魔 只能在夜里出没 月牙泉夜里又少有人积 事已一直没被发现 那月牙泉 沙洲此地一起 旗下地脉异 异常阴寒 事已能在荒漠中 聚泉饮水 终年不屑 所以说来正合那妖魔 常生之书 异牙路牙泉中 收拾此药 如何避开玄学 却是一大难题 除非 没有任何方法可行 还行大肆迷事 老奈曾听说一种说法 据说月牙泉底有暗流流过地底 其内自成交错复杂的河岸岩库 别有一番冬天 他那妖魔所浮生的宝镜 并非位于泉底 何时被泉流带到那地底洞窟中 那便有方法了 娜娜 在这里有一张五方盾符 你们在连贯泉底的全班大师上 练诵符咒 便可印尼地骂 教你们移顿到地骂英泉之中 不过 那里是不是妖魔残疑所在 娜娜可不敢担保 冒险一次 总是在此忘记心探 大师 那五方盾符就麻烦你了 娜娜这就去准备 请施主在此稍候 那么这五方盾符就交给施主了 娜娜推向月牙泉的定满 并周围的岩石落截 施主在夜里到全班的大师附近走手 才感到格外阴寒之处 虽然这五方盾符 应该就能挪轮到地面的发源处 不过这五方盾符 不能逆地气而行 此行可能是有监无处 施主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嗯 我们会多加小心的 多加大师 我们就去试试看 不然这要荣耀未出 荣耀此地的银行就不会消散 我们还可以多加小心 别像上次一样给荣耀的换处所吸 这两块大师后面看来并有出奇之处 可是却一场的寒冷 这样的东西 诶 不是在这边要活 好 没事 没事 峰迅一阵 妄向注意 五方神怡 盾 这 这里是月牙全底吗 总共是一个大冰窟 不过这里看来 的确是寒气根源没错 好美 好美的地方 这里是很漂亮没错 只是我在这大幕看了 看惯了乌 乌影黄沙 看到这里大片冰块 一直来真的有点不习惯 不过这说来真是奇怪 若非有亲眼目睹 我还真不敢相信 在这里沙漠不到涉宜的地下 竟然会是这般模样 不只如此 这里好像不是一般的冰窟呢 质地虽然硬寒之气其重 可又不像是自然天成的 林森姐 莫非这是 玄机妹子 你这还没错 正如原汁大师所说 这里本身地底河流之内的处所 只是有那种悬阴法座 你们都能研究 现属硬寒的地脉 就把这里变成一个大冰窟 这里虽嫌烧得很冷些 到底方便咱们行走 这样看来 这冰窟的石头勇者 必定是他境中妖魔无误 咱们就把这里好好探上一探吧 先走下面 上面 他走三个通道 然后走到最底端 然后把这个金石打破 打破之后 就会把那个怪兽抓出来 抓出来鞭了 OK 在我们打赢这一探之后 冰激座自己粉碎成无数冰层消失了 周围世上的寒气还换为零份 恢复我们内域增援 啊 我认识这个地方 这里就是我们之前与冰收互齐交战之所 从这里透出的寒气理念依旧 咦 我怀疑好像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等等 莫非这是 果然是冰收护起的受魂石 他吸收了此地的寒气 再次苏醒了 又醒来了 可恨的繁足者 有了这里的寒气 我不会再输给卢等了 冰收护起 你还不服输吗 我这回一定要让你心服口服 解决你 没想到无占此地 却依旧输个卢等 无论输了 从此以后 封魂石中 弓儒等驱使便是 这么听话 重点不是你啊 好奇了 我们正于说服真正冰收护起了 相信今后的战争之中 他的受魂石必能对我们有所注意 好我们到了猪腕神镜的地点 里面被冰柱拱立起来的奇异镜子 莫非这是我们要找的猪腕神镜 好声的寒气 在当初入口时遇到了一样 敌人是这面镜子 很重的妖气 大家小心 这镜子放出的灵气越来越重 只怕你们的妖魔妖 你们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能穿过我的冰窟来到这里 镜中妖魔 从上找到你 我们来为那些死在你手下的无辜者 讨回公道 这可不能一面怪我 要怪就关了一些臭道事 谁叫他们把这被鬼灵 鬼镜子放在藏宝殿中 我一直仓皇逃进镜子里 没想到从此再也出不去 拜这鬼镜子之次 我吸射不到八欢灵气 自然就只能靠生人魂魄为死的 所以你就隐居这幽娃群底下的冰寒之气 造就了这个冰窟和这些赤寒的怪物 是啊 这种那该死的商场把我丢到这里来的时候 经常十天半月见不到一个人 还好我来连去这里的寒气户 久而久之就成了这个模样 这还不都是拜一等臭道士之士 你们可知道 被关到这镜子里面有多难过 嗯 天哪的确是果然 难过得很 那咱们今日就大法十倍 帮你了解之痛苦吧 嘿嘿 在这之前先让我保穿一顿 上次那个道士让他逃过一几 已经好久没有人来到这里了 又 又来了 这穿脑惯性的感觉 可 可恶 你又在亏看我的心里吗 是啊 造你脑海中的一切记忆 都将成果送我们上七天的力气 在恐惧之中死去吧 OK 这是以前的敌人啊 总而言之就是 打事情的敌人 但就是以前被我们打败过的敌人 没什么好怕的 应该很好很好打了 好解决 一定 这腰龙 龙腰尚于使用幻术 他要发掘内心的记忆 也患下那里自 也患下那里和自己的震恶和恐惧上斗 你可别输给他了 我不会输给他的 怎么会输给那些成绩我手下霸精的东西 好小子 我的千聚的镜像 可不是你所见那么简单 再来异常看看 OK 直接换陶 陶贴 比较轻松把你带走 解决陶贴 我不相信 我还看得到 再试试看看 丹鷹 轻松解决 我不相信 我还看得到 再试试看 哦哦哦哦哦哦哦 黑龙 算你狠 我不相信 你的心里 真的无所畏惧 这天下虽大虽广 但有兵力和这些好伙伴和我在一起 我还有什么可畏惧的 只能溺入人心恐惧的你 是赢不了我的 我 我认输了 我第一次看到像你这样的人 那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要毁了我吗 我也不想就这样拖下去 就这样做个了断也好 只要你们毁了这边镜子的话 不晓得 我想先 先借这边镜子一用 最后委屈你先跟我们走了 在这之前 可能先也将我们 带离这个冰窟 罢了 到这个地步 就算你们高兴好了 我用最后一份力量 送你们出去吧 咦 我们又回到群伴了 真没想到 这做过多时的荣耀 这样乖乖的听话 如果他第一次不耸的话 我们大概就没办法 从冰窟里回来 真该向他说声 谢才是 荣耀啊 你就暂时和这神奇 一起带来我身边吧 一帝 你这荣耀都服了你 看来你这 真要成为妖魔之伦的本钱呢 你生姐别这么说了 要是吓我大哥 因此心念一喘 决定改姓去统育 去天下群魔 那我们要怎么办啊 咱们就比起这种事了 咱们好不容易得到神经 还是赶快回去 让王道长安心吧 小好兄弟说的对 咱们就走吧 王道长 你能在房里吗 王辈有好事给带给你了 是小好公子啊 先进 王道长 这门禁止就是诸患神经吧 是这门禁止没错 诸患神经 就是他夺走我师父和师兄的性命 虽然这一切是机缘巧合 或许出于天意 无论如何笑我公子 多谢我们帮频道完成这二十年的幸运 此恩 王辰福莫此难忘 王道长 你不必客气 毕竟我们是由所求而来的 对 你不说我差点给忘了 他还以珍惜 招书城镇 隐天硬地 滑躁止魂 好啦 在这他冤阵法的效力之下 荣耀再也无法危害他人了 笑话笑笑 这是我答应给你们的神经 而我平衣术使用的这笔的引荐 又当做是你们处理帮我解决此事的谢礼 请你手下吧 多谢王道长 王师伯 在你的太爱院正法之下 那镜中的荣耀将会如何 但会就是在镜中沉睡 直到神经被毁为止 笑话公子 这神经乃是得知天界的奇症 其宅是七位特异 B牌 其实也没有回去他的方法 我不知道你们打算如何使用神经 但如果有一天神经毁破 里面的荣耀变革重获自由 那时候你们要让他离去 或是将他正法 就由你们自己决定了 多谢道者定处 这会牢记在心的 笑话公子 这是记忆告一段落 就会干戈你的事件了 平道总常不负市场的说服 将这使命圆满达成 在这之后还会再杀成 杀周城盘缓一阵子 或许咱们之后还会碰面 到时再欢谈种种西域禁闻吧 至当如此 那我们先告辞了 道长 咱们后会有期 OK 就 那剩下的就是去 炸货店 好 那终化神经目前告一段落 那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 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IG FB還有Twitch 谢谢大家这一集有收看 下期再见